他考了30次 才考到私人出租车司机的执照 难的地方就是在英文方面 这个问的问题 我们不理解他在问什么 考取私照车执照到底有多难 考不及格的司机有什么打算 单机单机不来 然后但是我们也不知道 我觉得是真的还是假的 不然我们不知道去哪里投资 资金会便宜 我们还可以不要提亮 没有办法的 就是到时才打算 回来生活也是要做 上个星期六 在新加坡德士学院 出现不少私照车司机 这一天是他们考取私照车司机执照的最后一天宽限期 如果他们考不及格 从7月1号起就不能继续再课 距离宽限期的前两天 前线到学院拍摄 看到不少司机赶在期限之前做最后的冲刺 民众的气氛反映了一些私照车司机的心情 有人说考试相当难 难度方面 开始有点不大适应 第一次考试 问这些贵生 我都没有碰过 有点难 我不大了解 不大清楚 我的英文没有这样好 还好可以吧 可是就是要check check through那个 Bepal toys 陆陆交通管理局从去年7月起 规定所有的私照车司机 必须先考到执照才能再课 那些原本就已经是私照车司机的人 有一年的宽限期来完成考试 也就是到今年的6月30号 至于那些在去年7月之后 才入行的私照车司机 则必须要先考到执照才能再课 司机在考试前 必须完成10个小时的课程 考试分为两个试卷 各有50道选择题 所有课程和考试都以英文进行 67岁的王耐心 一共考了30次 才终于在宽限期的最后一天过关 那天正好也是他的生日 他告诉前线编导 这份生日礼物来得不容易 因为自己的英文不好 以我们这个69年的毕业生 我们对这个英文就很辛苦 读的时候因为我们读史书的 就是看到英文ABC一直在follow 有些人写得很长 我不知道他在问什么 就头痛在这一点 我们对英文基础不好 所以会比较困难 回想上个星期 耐心说 眼看宽限期就要到 自己还一直考不到执照 让他倍感压力 其实我们做这行业 没有时间温习 就是要回家去叫那段时间 在船上再看 白天如果我就一直温习这个东西的话 我的收入就受影响 我的rendum的车也是受影响 到最后的关头 我没办法听听看 所以在上面的那个礼拜 我根本我没有驾车 那个是没有心情工作 就是我到最后 假设不能够拿到 我的下来的生活 不能怎么过 耐心并不是孤立个案 根据陆路交通管理局 所提供的最新数据 获得一年快限期的司机 有四万两千九百人 及格的有两万两千人 也就是超过半数的司机及格 不及格的有三千一百人 没有去考试的有九百人 没去上课的有一万六千九百人 也就是四成的司机没去上课 洪广林今年37岁 他的教育程度不高 英文对他来说也有难度 广林开私照车两年 虽然他能够用英语和乘客沟通 但是英文基础不深 导致他考了三次还不能及格 因为有些次我都不懂怎么读 不懂怎么读 我就不知道他在问什么 我本身自己认为 这个考试你只有一个语言才英文 我觉得对那些我老一辈的人 那些从来以前 从来都没有读过英文书的人 你叫他们重新再读这本英文书 就等于你叫他从零的零开始 这个Vocational license 你只是一个语言 对有些不会英文的人 我觉得比较不公平 前线编导拿了模拟考题 给一些开车人士作答 看他们会不会回答 问题是以下哪个句子 能正确指出一名专业司机应有的态度 A 我不会把车子交给维修员后就离开 B 我会花更多时间在路上 来赚取更高的收入 C 我会尊重我的乘客 并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D 我不需要为乘客提供任何帮助 加车人士会不会回答呢 C咯 对对 那个人是C 你会觉得这题 他的英文会难吗 因为我是会一点点 有些根本ABC他都不懂 对不对 C 我说英文教育的 所以不会难 C 这个就比较明显 年长人士如果对英语也不熟的话 可能这几个字 比如说chauffer可能也不太了解 是什么意思 C 这个这题比较容易 可能是我们常用的一些字眼 可能可以用一些比较普遍的英文 据前线观察 虽然不少驾乘人士都答对了 但是他们需要一些时间来理解问题 路交局回答前线询问时说 由于私照车司机每天都得接触不同层面的乘客 因此需要会讲简单的英语 才能和乘客沟通 此外 他们也要看得懂英文 才能识别大部分的道路和建筑 新加坡德士学院的资深指导员说 他们了解到一些年长的私照车司机 英文水平不高 所以安排了一些补习班 用其他语言帮助这些司机了解课程的内容 通常进来拿这个PDPA license的学生 英文他们的程度没有高一个水准 所以他们会可能觉得有一些困难 但是一路来我们都尽量帮忙他们 如果他们不及格的话 我们还有补习班 免费的补习班 帮忙他们补习 通常有一些英文字他们不认识的话 我们也用别的语言跟他们解释 还有我们教他们用 computer或者电脑或者手机把它翻译 其实他们说进来上课 他们认识比较多的英文字 所以他们觉得不是单单拿到一个执照 他们进来这里还学得多一点英文字 私照车司机在考取执照时 还面对哪些挑战 无法及格的司机有什么打算